当时说有一个战略叫做吸扰战略 什么吸扰战略呢 就派大陆的像什么胡锡进啊 像那什么小粉红啊 自愿的形成所谓的人间的保护家园 然后呢去到台湾闹事 就是自己有小快艇啊 三五十人的百八十人的跑到台湾去了 跑到台湾以后破坏你电厂啊 破坏你通信设施啊 然后搞恐怖这个行动啊 哎共产党说这跟我没关系啊 这都是一小说啊 一小说这个恐怖分子干的 有些人甚至我们给抓了 然后去炸美国驻台湾的领事馆 炸美国在派去的这个帮助台湾的那些军官们 他们有这个战略的 那就是跟你折腾 让台湾每天都不行 没人敢待在台湾 整你个三十年两年 美国也没有理由进来接管台湾 这就是当时的吸扰政策 后来习一看美国啊 说一看这一届拜登政府啊 习说不搞这个直接干 俄罗斯只要去干乌克兰把乌克兰拿回来 咱马上就动手 他真没想到俄罗斯在乌克兰陷那么深 那么惨 但是经过俄乌较量以后发现 美国欧洲之间 现在内部争执很大 现在都有人讨论放弃乌克兰和泽连斯基 他觉得有这个好 是中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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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可能会有这种机会 那你肯定今天是公开的 如果我看到你